一、转眼间,我们也都不再年轻了,收起了任性,扔掉了脾气,不再轻易的伤害或忽略身边的人,因为我们知道,人生已过八,该珍惜的要珍惜,该远离要远离。 二、有时走得太远,往往往进了原路,有时看得太轻,往往看不到东西,有时想得太多,往往会失去自我,生活,如一面镜子,心中游,变有,心中无,变静,心中空,变舞,学会微笑,学会面对,学会放下,让一切随心,随意,随缘。 三、要知道,你拥有的,就是最好的,不是因为一件东西好,你才千包百计去拥有它,而是因为你,你拥有了它,才一心一意觉得它最好,苦得听来自外界,体为幸福则来自内心。 四、一生之中,悦人无数,遇人万千,谁是你心中至爱,谁是你生命顾客,又有多少人从心头划过,再也不见了踪影,又有多少情深刻在心中,刹那间成了永恒。 五、人生中出现的一切,都无法拥有,只能经历,甚至这一点的人,就会懂得,无所谓失去,只是经过而已,无所谓失败,只是经验而已,用一颗浏览的心,去看待人生。 一切的德与失,淫与险,都是风静与风情。 六、好脾气都是磨出来的,坏毛病都是灌出来的,只得了你脾气的是你爱的人,受得了你脾气的是爱你的人。 如果你是对的,你没必要发脾气,如果你是错的,你没资格去发脾气,请记住,脾气永远不要大于本事。 七、一个人的成熟与否,不是出口成章,说出许多深刻的道理,或者是思想境界达到很高,而是待人皆勿让人舒适,并且不卑不亢,保留自我的棱角,又有些那家人的圆润,活着。 成熟的人不需要辩解,仅仅一个微笑就足够了。 八、有时候人就是这样,遇到再大的事,自己扛神热就过去了。 听到身旁的人一句安慰就瞬间完摆,后来才明白,怕的不是冷漠怕的是突然的温柔,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怕的是身边的人为你难过,怕的不是孤独怕的是辜负。 有,不论你愿不愿意承认,一生爱过的大部分的人,都会从陌生变得熟悉,又再从熟悉变得陌生。 渐渐的,打动我们的不再是那句我爱你,而是一句我陪你,爱情不是终点,陪伴才是归宿。 神,人生如果不懂得取舍,往往会失去更多,你不能什么都扔掉,你也不能什么都留着。 聪明的人是善于取舍的人,知识时取舍的人,有太多心事的人走不远,完全没有心事的人,又多半缺乏理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